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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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本人怎么又把上官同志带进去了 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上官同志会不会有危险 很可能是敌人起了疑心 但是我们各个细节都安排得很缜密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再等等看吧 好 连队长 怎么会是你 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啊 你没有在做梦 我们把你从日本人那儿救了出来 你现在还很虚弱 不要再讲话了 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进行制 等到上号以后 我们还要在一起战斗呢 好 大佐阁下 药品的检验结果出来了 除了立院科长给我提供的成分以外 没有发现别的药物 田中军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不要再在这件事上浪费无谓的精力 请稍等一下 还有一件事 最后一件事 我还是要核实清楚 小泽 马上给分化墙打电话 确认圣局的尸首 是不是那名受伤的情报员 是 我们俩 追上来 是 在一起 来 快点 走 队长 要实在不行的话 我進去看看吧 也行 那你注意安全 行 走了 大佐 大佐 藥品已經檢查過了 沒有問題 分化場那邊也核實了 送去的使手樣貌 和那名情報員一模一樣 沒有任何的疑點 儘管都何許無誤 但是我覺得 哪裡有問題 可是又找不到去找到證據 這位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吧 跟我帶走 不是 走 走 幹什麼呀你們 有事說事啊 走 找廢話 快點 走 走 解開 你說好不容易脫離了危險 又重逢了 你怎麼一臉不高興的樣子 好像我做錯了什麼事似的 你們得到消息以後 本來可以營救他出去的 為什麼要殺了他呢 你以為我們殺了他 難道不是嗎 我親眼看到他死在病床上的 換藥的清潔工 是你們安排的 還是凌霜他們安排的 這人眼睛看到的事情啊 未必就是真的 上海站有一種 能夠讓人治愈假死的藥物 那名清潔工所做的 就是把這種藥物 和日本人的藥物兌換 不可能 日本人對藥瓶進行了檢查 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我知道田中信醫 這個人疑心很重 所以才讓小光 在失手運走之後 把假的藥劑瓶子 又替換下來了 你是醫生 在檢查他的時候 應該能發現他有 微弱的生命跡象 他是有微弱的心跳 可是瞳孔已經放大 脈搏幾乎是停止的 幾乎停止 並不是徹底沒有 你所看到的症狀 都是藥物造成的 整個計劃當中 最不可控的 就是日本人 不立即把失手運走 還好 運走失手的人 也是小光的朋友 我們才得以順利實施 我現在可以 很肯定地告訴你 那個人還活著 已經被凌霜 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原來是這樣 我還以為 我只能說你對我 還不夠了解 我怎麼可能會做出 傷害自己同胞的事呢 對不起 什麼 沒聽清 對不起 對不起 唉 行 許老闆還等著我們呢 趕緊過去 危機解除了 總算是鬆了口氣 這一切都是拜馬戰場所賜 要不是因為他 我們也不會貿然行動 這一切也就不會發生 是啊 還好沈處長 已經回到了總部 今後不會再有 這樣的事發生了 通過這次行動 我倒是對李子慕刮目相看 不光是他 也多虧了上官靖元 及時把情報傳遞出來 也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了 你既然那麼擔心他 就應該去看看他 這次也多虧了他幫了我們大忙 真是先向還生啊 只要是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這次營酒就不可能成功 如果韋司院長不答應我的請求 恐怕我在日軍醫院裡也是無忌可施 是啊 這次也多虧了小光的幫忙 所以說啊 中國和日本的戰爭 不僅僅是一場以弱勝槍 同時也是一場敵小我大的戰爭 取得勝利的關鍵 在於民族的覺醒 目前我們追風行動 所取得的進展 不僅僅是靠我們自己 有很多人在幫助我們 你比如說 像以前的汪姐鼓勵 包括現在的小光 韋斯 他們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這個田中信醫 確實不好對付 我想多了解一些 有關於他的資料 自從得知田中信醫 是風影計劃的負責人以後 上級已經開始搜集 有關他的資料 相信很快就會有消息 現在敵人加強了治安管理 我們的行動也因此收限 我在想 可不可以讓這通遊擊隊 在外圍對敵人進行幾次行動 轉移敵人的注意力 讓他們擴大管控範圍 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展開行動了 我們準備對敵人的交通線路 還有物資供應進行破壞 你啊 抓緊時間 盡快找到 敵人下一個實驗室的位置 好 那這棟遊擊隊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行動 就在基業 靜雲 靜雲 我一直在這裡等你 我好怕 我怕再也見不到你了 唐先生 唐先生 謝謝你的關心 你不應該到這兒來找我 而且 我們的關係也沒那麼親密 靜雲 不管什麼時候你都要記得 你一直在 在我心裡 時間不早了 早點回去 靜雲 照顧好自己 我回來了 大哥大嫂 這麼晚還沒睡啊 不是跟你說了嗎 最近是非常時期 你倒好 依然我行我素 回來這麼晚 我現在好歹也是物資供應處的職員 能有什麼事啊 那可說不定 今天啊我路過洗衣店 發現洗衣店被警察局封了 程老闆也被警察帶走了 二少爺 這程明就是一老實商人 警察抓他幹什麼 具體什麼事我也不知道 是嗎 你給警察局那邊打個電話吧 如果沒什麼事 讓他們把人放了 我跟你說啊 現在這些個警察 對付壞人沒辦法 冤枉其好人來 一個是一個的 我自己親弟弟都管不過來呢 我還管別人呢 我說你怎麼越來越 沒有人情味了 隨便 伴隨你 真是 你看 你看 我天天為他著急上火 他倒好 給我臉色看 你也真是的 打個電話 也費不了你多少時間 我們家跟程老闆關係一直不錯 他人也不錯 能幫就幫一下 行吧 那我明天打個電話 給警察局問問情況 我曾經 想找我 我心掌 dran 發到不宜兇 我都被人 vy了 擔心 我是不是 你真奇怪 接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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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行 行 快 同志们 我出来了 走 走 走 报告队长 阳光部队已经拿到制定为止 同志他们 时间整 战斗重视大小 是 报 速冲 快 速冲 换队 给我冲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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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 你先出去 是 警局 我们已经查明 昨晚的袭击 是这栋游击队所为 很抱歉 特高渴之前 没有得到任何的情报 这次敌人的袭击 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武汉会战即将开始 后勤和保将工作 不能有任何失误 你必须全力以赴 阻止他们再次破坏 马上抽调特高客 和警察局的人员 对上海的郊区加强监控 我马上去安排 昨天晚上 浙东游击队 对日本的仓库和铁路 进行了袭击 敌人势必会抽调人员 加强上海郊区的 安全和管理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个好消息啊 这样一来 敌人势必会削弱 市区的治安力量 我们行动起来会方便很多 是啊 我们经常遭到盘查 而且有些区域 根本就不让我们靠近 头儿 那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 对渣北区域逐一进行排查吗 不 我们要调整一下行动方案 毕竟我们的人员有限 逐一排查的话 范围实在太大了 在渣北区域内 一共有日军征调的两家工厂 分别是米式酿酒厂和孙计断牙厂 还有一处日军的物资仓库 当然还有一些驻军营地 和日军的加工厂 但是这三处的疑点是最大的 可我们之前对孙计断牙厂 进行过侦查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那是在他们施工完成之前 我们侦查过 确实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但是事实证明 他们在改造的过程中 建造了实验室 我们的敌人阴险狡诈 而且形势谨慎 确实会做出一些 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 是啊 还有那支配备 德式冲锋枪的日军小分队 肯定是专门 为对付我们而建立的 没错 这支小分队始终藏在暗处 而且近战火力非常强 确实难以对付 所以我认为 对付他们 只能智取 不能应聘 找到合适的时机 我们一定要给予他们重创 但是当务之急 我们需要先找到 那辆军车 通过它 找到下一处实验室 好 下面 我来安排一下任务 沈飞 你负责李氏酿酒厂 是 孙明浩 你负责孙计断牙厂 是 暗撑 你负责和我监视 日军的物资仓库 明白 海长 为什么孙明浩单独行动 我要跟你一块儿 这你还不明白 排长那是对你不放心 得把你带在身边 知道吗 你别胡说八道啊 排长对我怎么就不放心了 行了 你们俩就知道斗嘴 日军的物资仓库范围 实在是太大了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听到没有 好了 不管侦查的结果如何 中午的时候 我们在孙继修车航回合 明白吗 明白 监视组的人员已经全部就位 只要发现日本车辆的线索 就会立即向我们汇报 大家的士气怎么样 虽然我们之前遭到损失 但是弟兄们听说 孙亮获救的消息 都非常振奋 他们觉得 能跟着你这样一位 体恤兄弟的领导作战 就算是牺牲 也是值得的 这哪是我的功劳啊 应该感激的是李子牧 要不是因为他 恐怕我们还是会按照 上海战的惯例 采取清除行动 弟兄们为国效力 早已将生死置之都外 他们需要的是尊重 李子牧这次的做法 是我意识到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 迅速地发展壮大 这跟他们的行事理念 是密不可分的 我提醒你 讲话的时候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和立场 他做得对 我才赞成 对的事情 怎么会影响我 你不也对他称赞有加吗 对了 据可靠情报显示 浙东游击队 袭击了日本人的铁路 和仓库 太好了 这么一来 一定会吸引敌人 更多的注意力 那我们在市区的行动 就会便利多了 他们无形当中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 这个机会 找到封影计划的线索 这儿有你指挥就够了 我开车出去转转 说不定会有所发现 好 中午李子牧他们 会来跟我们汇总情报 你别耽误了 放心吧 耽误不了 嗯 吉田将军 请允许我解释 我之所以 暂时停止实验 是处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我是想 消灭暗中潜伏的敌人后 再全力进行实验 这样做的话 我不认为 这是你停止实验的理由 上海在我们的 控制范围之下 我与川调沟通过 上海的治安状况 并不像你说的那样不堪 教权 川调将军 并没有对你说实话 就在昨晚 我们的军火库 被天人袭击了 游击队的袭击 不仅在上海游 在各处占领区都有发现 你的实验室 都在上海市区 手上又拥有足够的兵力 如果你不能保证 风影计划的顺利进行 当初为什么 一定要坚持在上海进行 将军国下 上海具有其他地方 不具备的优势 在这里 我们才可以得到 我们所需要的原料 和先进的遗迹 你是风影计划的负责人 你对大半爷 和关东军司令部 做出了承诺 如果你不能 如期地完成计划 等待你的是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具体你要这么做 我不会再过来 但是天中军 我得提醒你 留给你的时间 并不宽宇 大佐个星 什么事情 是 刚接到情目烧所的通知 春岛将军 找您有事要上演 我记得了 一会儿就过去 是 我家的后院 都已经着火了 不瞒您说呀 我家的衣服呢 都在他那儿洗的 那人跟我说呀 你要是再不把那个人 给弄出来呀 我的衣服就没得穿了 毛局长 要我说那个人 没什么事的话 就赶紧给他弄出来吧 李书长 您交代的事情 我自然会尽快办的 那就太谢谢了 改天啊 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好嘞 好嘞 大少爷 您顾问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 子慕既然提出来了 就有他的道理 没事 有件事情 我得跟您说一下 昨天二少爷 从银行里值了五千块钱 这笔款子不是小数目 他提前有没有跟您说过 这件事他没跟我说呀 回头我问问他 好 喂 李助长 传道将军让我通知你 马上来司令部一趟 好 请转告将军 我马上就到 备车 去司令部 好 好 叶小丽 二少爷 您在这儿啊 上前面看看 是 二少爷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说你小子怎么满世界转悠啊 这又不是你们的管辖区 跑这儿来干吗 您是不知道 昨晚上军火库跟铁路 都被游击队给袭击了 上面八王那些兄弟啊 都给调到郊区去了 我人手不够啊 只能自个儿出来巡逻巡逻 应付应付日本人的 那些兄弟啊 原来是这样 对了 我给您打那个事 我听说诺斯洗衣店的 程老板被你们警察局给抓了 他犯什么事了 这事我还真不是非常清楚 不肯对我说实话 哪能啊 瞒事也不能瞒您哪 是这样 那特高克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说是要查封诺斯洗衣店 也没说为什么 我们也不方便多问哪 特高克 那程老板是不是凶多吉少啊 这倒不一定 人在我们局子里头啊 就证明没什么大事 真要有事啊 轮不到我们抓 本来还以为 可以请你帮帮忙 既然是特高克插手 那就无能为力了 现在这世道啊 日本人想抓谁就抓谁 我们这些警察啊 只能夹着回应 别怕做人 行了 吃日本人的饭还说这些话 小心丢了饭碗 赶紧去忙吧 行 那我忙去了 走了 你在这儿继续寻找线索 明白 香烟嘞 来 先生 您要烟吗 发现那辆军车了吗 没有 会不会情报出了问题 通知弟兄们 继续留意观察 是 香烟嘞 香烟嘞 进来 将军 您找我 我让青木通知你过来 时间过去了那么久 天成军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 刚刚是跟吉田将军同化 所以来晚了 请将军见谅 朱军司令部决定 对上海郊区进行一次清剿行动 需要天中军的配合 如果是需要我参与制定计划 那我亦不能辞 三木部已经拟好了清剿计划 但是兵力有些不足 需要借用你从华中方面军调来的部队 对不起 将军 我恐怕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今天将军邀请我 必须尽管完成风影计划 所有的实验都要加快进行 目前我掌握的部队 必须保证实验室的绝对安全 风影计划绝对不能有失 那好吧 不过 田中军 我必须提醒你 风影计划固然重要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还兼任着华中方面军的后勤工作 将军请放心吧 我会履行我的职责 告取了 好 不用找了 谢谢 去取药吧 谢谢医森啊 不谢 这个时间你怎么过来了 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我需要你陪我去一趟屋子供应处 我想请我大哥 把成明从警察局给救出来 我怕我说的话他不答应 你在的话他就不好拒绝了 成明是谁 是我的一个朋友 一直在暗中帮我做掩护 他之所以被抓 我觉得是方怡对他起了疑心 你有没有留下什么把柄 当然没有 要不然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我之前怀疑过方怡 所以我把我的东西 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他这次被抓 是受了我们的牵连 我不能坐视不管 那好 这个忙我帮 对了 唐顺之友没来找过你 昨天你在日军医院 他非常担心你 你未免管得也太多了吧 这份文件请您过目 将军到 武汉会战期间 所有经过上海的参战部队和物资 都需要经过调度室同意安排 工作是越来越繁重了 需要有经验的人 加以协调 特别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但这是军方的核心部门 涉及太多的机密 我恐怕不太合适吧 知道你的顾虑 但是 如此庞大的后勤保障工作 确实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有经验 有能力的人 加以协调 而且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考验 我们已经 完全信任你了 希望你能 全心全意地 为大东亚共荣事业 风险力量 是 请将军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 不 马上给李处长开具特别通行政 我马上去办理 多谢将军 就位 就李风影计划的完成时间 越来越近了 但是 我们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大本云还有关东军司令部 对我们很不满意啊 大总阁下 我一直跟您强调 科研工作 不是能以错而就的 需要反复的实验 和反复的论证 其实我们的毒气研究 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其实 这些还远远不够 对 我们要介绍去 杀伤率更强的化学武器 这样 才能够让大本云容易扩大 我们化学部队的规模 给予我们 是团结的大物 快 快 追着前方列车 快点 快点 这就是你坐标记的那辆军车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坐记号的位置 被污渍挡住了 但是车辆的颜色和款式 是一样的 跟近点 是 军营戒备三眼 我们很难进去查开 没错 可即便是我们等他出来 他如果不在路上停留的话 我们也很难确认 或许我们可以让他停下来 走 二少爷 上官小姐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大少爷刚刚回来 大哥去哪儿了 川岛将军召见 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 你们来找大少爷有什么事情 成名不是被警察局给抓了吗 我来找他帮帮忙 又怕他不答应 所以就拽着靳云一起来了 这还不是因为你啊 做事不踏实 大哥才对你不放心的 能不能别把话说得那么明白 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行了 大少爷对您的事情很上心 已经和毛局长打过招呼了 你要不放心的话 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是吗 那就不必了 他既然打过招呼 毛局长肯定会给他面子的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大少爷刚好找您 和上官小姐有些事情 我看要不然 你还是跟我上去一趟 大哥找我们有什么事啊 您上去就知道了 走吧 里边请吧 大少爷 上官小姐来了 来 大哥 快请坐 倒茶 大哥你可真偏心 光顾着靳云 你还用招呼啊 想做就做 不愿意坐拉倒 上官小姐 我这个弟俩性子也 你可得多担待啊 以前有点不适应 现在习惯了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就是 我好着呢 你觉得我性子也 我还觉得你这个人呆板呢 嫂子跟你在一起得多无趣啊 我呆板 那我问你 你回到上海这么久了 你给上官小姐买过什么礼物没有啊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事了 好 有个小东西要送给你 一点小心意 大少爷 大哥 大哥 这 慈慕回到上海以后啊 多亏了你的照顾 而且未凭上次受伤住在医院 也多亏了你的照顾 所以呢 小心翼不成近 不是大哥这 你这可是大手笔啊 这项链可不便宜 大哥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说 上官小姐 就是一点小心意 千万不要推辞 行了 你就别客气了 我大哥从来没对我这么好过 你要实在过意不去 你回头再送给我 我再送给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是说我再送给我嫂子 就会耍贫嘴 来收去吧 那谢谢大哥 找我什么事情 本来是想问问成明的事 魏平德告诉我了 你已经给毛局长打过电话了 嗯 他们跟我说 已经把成明给放了 行 那我就不耽误你办公了 我们走吧 嗯 等等 不好意思 上官小姐 我还有几句话 想跟我弟弟说 没关系 我到外面等 好 这边进吧 什么事 你从银行的户头上 只取了五千块钱 怎么了 有人对咱们银行的开支 非常感兴趣 所以你才给上官静云买礼物 来冲抵这五千块钱的账 小钱无所谓 你要用大钱的话 找我和魏平都可以 我们从另外的地方 给你支取 我明白了 嗯 你知道特高克和警察局 为什么要抓捕成明吗 知道 因为方怡对我起了疑心 知道就好 以后做事情 一定要小心谨慎 名枪易朵 案件难防 好 我给我注意 我先走了 等等 还有个事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上官小姐到底什么身份啊 我女朋友啊 我女朋友啊 有空呢 多带着女朋友啊 到家里来坐坐 好 好啊 你什么情况 哦 带军 车出了点问题 快 这个要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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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和 mellan 抖着坚定的步伐 从黎明中走来 带着尘土和硝烟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们无忧的笑语 愿意河上雨雪的真传 从黎色中走来 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从清晨中走来 带着初遥的微笑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们无忧的相遇 愿意倒在黎明的曙光中 看啊 我们的队伍是那么的规伍 看啊 我们的脚步是那么的坚定 为了真意 为了飘平 我们必须战战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